增生性斑痕疙瘩是什么意思 李平 皮肤科 主任医师 首先说斑痕疙瘩 增生性的 它这个顾名思义就是 突出于皮肤表面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皮肤的接替组织 增生的一个良性的皮肤肿瘤 虽然叫疙瘩 它属于一个皮肤良性肿瘤里边的一种 这个呢 它有家族史 在一个一般来说有外伤呀 或者刺激呀 它都有可能 还有一部分呢是原发性的 它自己就说 像有些病人来说 我什么也没有 就突然就长出来一个 它就长出来越来越硬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红色的 有时候还有点疼 针刺一样的疼或者痒 但是随着病程的进展来 它也是一个慢性的经过 可能就这些症状就轻一些 有时候上边像蝴蝶状的 有些像尾竹了这些都有可能出现的 治疗方面呢 这个呢 首先从预防方面 因为它有的人就是半痕体质 再一个有家族史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 尽量就是要减少损伤 预防感染 如果有损伤的话 感染以后 它也是这个半痕疙瘩形成的一个 增多的一个因素 所以尽量要预防感染 就好像咱老百姓经常见到的 有的人做了手术以后 人家就上面平的就像一条线一样 有的人就像一个虫子一样爬到上面 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典型的一个半痕疙瘩 治疗方面 一个就是早期可以有一些 糖皮质激素的局部的一个注射 再一个也有一些外用药物 促进它吸收 再一个还有现在 像可以做一些点阵激光呀 和激素 它可以综合治疗 专家提示 1. 增生性疤痕疙瘩 突出于皮肤表面 是皮肤解体组织增生的良性皮肤肿瘤 有加阻止 2. 外伤或者刺激 可能造成增生性疤痕疙瘩 3. 预防方面 尽量就是要减少损伤 预防感染 4. 治疗方面 早期可以用糖皮质激素局部注射